我住在云林交流道附近的小镇上,小时候家里很富有,只要一提到我的姓氏,在云林十个人中有九个都会联想到我们家。 有一天,妈妈带回一个娃娃送给我,我已经拥有很多市面上常见的卷发羊娃娃,多到我都不再感兴趣,全都堆在房间的角落里。 然而,这个娃娃非常特别,充满了浓厚的中国味道。她穿着古装,脸颊红红的,头发梳成包头,插满了各种闪亮的发饰,和我以前见过的娃娃完全不同。 我立刻对这个娃娃爱不释手。两天后,我才知道这个娃娃是隔壁新搬来的邻居送的。 妈妈说那位阿伯家里有很多这样的娃娃,每个都很漂亮。 得知这件事后,我每天散步回家时,总是偷偷往阿伯的屋子里望,但什么都没看到。 直到有一次,妈妈带着我去拜访阿伯,我才见识到妈妈所说的那些娃娃。 阿伯的家里,到处都是娃娃,站满了能看见的所有角落,连绳桌上都摆满了一排排站立的娃娃。 每个娃娃的脸都朝向房子中央,因此每个娃娃的长相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 而且每个娃娃的样子都不尽相同。 原来阿伯是雕刻这种娃娃的师傅,这次他又送给我一个比较小的娃娃。 这个娃娃与上次的不一样,身体是软的,就像布娃娃一样,但仍然穿着古装。 他的头和上次的娃娃一样是木质的,笑得非常开心,眼睛都笑成了眯眯眼。 这个娃娃的脸和头发依然精致,脸颊红红的,头发很美,看着它,我仿佛也能笑得那么开心。 当天晚上,我就抱着这个娃娃入睡了。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,就被一阵嘈杂声吵醒。 听到许多脚步声和喧哗声,从窗户看出去,才发现隔壁阿伯家着火了。 大家都拿着水桶,一桶一桶地往火里泼。 当我正好奇地看着时,妈妈跑进我房间,催促我快去睡,于是我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 隔天一早出去玩的时候,我特意到阿伯家看看情况。 没想到,整座房子只剩下一些被熏黑的砖头,还有在忙乱中散落到大门口的娃娃残骸,有些被烧了一半,有些脸被熏黑了。 从那之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阿伯。 每当我提起她,大家总是进口不渝,但从那晚开始,一切变得不平静了。 梦里,我不止一次看到怀里的娃娃转过头来朝我笑。 每当她转过来笑时,房间里的其他东西就开始着火,火焰在黑暗中熊熊燃烧,发出令人恐惧的琵琶声。 我尖叫着,但是声音却无法传出,仿佛被黑暗吞噬了一般。 奇怪的是,每次醒来后,我竟然没有一丝惊恐的感觉,反而迅速又能入睡。 这种梦境大概每两三天就会重现,而且每一次都如此逼真。 直到两个月后,我得了严重的感冒,几乎无法发出声音,感觉像喉咙漏风一样。 每次试图说话时,只能发出嘶哑的哈哈声。 就在那天晚上,我又做了同样的梦。 娃娃依然在我怀里背对着我,冷不防地把头整个转过来,冲着我发出那种诡异的笑容。 我的尖叫似乎被黑暗吞没,只能发出空洞的哈哈声。 火焰在房间里肆虐,燃烧着一切,烟雾弥漫,使我几乎无法呼吸。 我竭力想要动弹,却发现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,无法移动一寸。 就在这时,我惊恐地发现怀里的娃娃消失了。 在定神一看,娃娃竟然在地上,拖着软软的身子向门口爬行,仿佛只有双手有力量般,慢慢地爬着。 她爬到门口时,脸慢慢转向我,又是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,仿佛在嘲笑我的无助和恐惧。 接着,娃娃爬出了门外,消失在黑暗中。 这时我醒了,我并不是被梦境吓醒,而是自然醒来,怀里的娃娃早已不见踪影。 找了一下,我发现娃娃面朝下掉在地上,仿佛被人故意按在地上拖行。 她的眼睛黑色颜料像眼泪一样流满整张脸,嘴巴的红色颜料也像流血一样向下滴,木头在地上磨出的痕迹清晰可见。 娃娃的脸布满了直直的磨痕,变得一片模糊。 自从那晚之后,我再也不敢抱着这个丑娃娃入睡了。 她的眼睛似乎能在黑暗中闪烁,仿佛有一种邪恶的灵魂附在其中。 我决定将她放进仓库,希望逃避那个不祥的气息。 但即便如此,我房间里的空气依然笼罩了一股诡异的氛围,似乎有无形的力量在无声地观察着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